彭湖 位處台灣海峽 海岸線綿延近400公里 擁有90個新羅旗部的小島 東北季風一年吹拂9個月 台灣最佳的風場在這裡 這裡是彭湖的中屯 台灣最早的一個風力發電園區 這裡有8支白色巨大的風機 已經成為最新的觀光地標 我們中屯風機從90年開始商轉 到現在為止 總共已經花了兩億多度的電了 到目前為止 它的折舊都已經攤底完了 都一直在創造雲雨了 除了中屯風力園區 在湖西的北寮 還有6座風機 低碳島的話 我們除了這邊有裝6台以外 這個標案還有11台要裝 它可以占到1 3分左右的發電量 夏天的澎湖 太陽如火烤般的炙熱 隨著風吹 熱氣不斷四散流動 先天獨厚的條件 讓澎湖的風能跟太陽能 遠遠超過台灣 風能平均佔比達8% 太陽能2% 一年減碳的效益等於13座大岸森林公園 太陽能跟風力機 大概就是佔了4000萬度 也就是佔澎湖供電 連供電量才10% 冬天用電最少的時候 風力它佔比已經到33%以上 走進尖山發電廠的電力調度中心 大家都緊盯著螢幕看 今年年初 澎湖再生能源的發電比例 單一天曾高達4成 而未來台灣的綠能發展 似乎也充滿希望 我們還要大力的發展綠色能源產業 澎湖的風吹動了新能源 2011年的澎湖低碳島計劃 其實雄心更大 最早破壞了11個風廠 84座風車 年產電力5億度 足夠供應13萬個家庭使用 產值上看12億 減碳的效果比1000座大岸森林還要高 而最大的關鍵在於海底電纜 設想在夏天能用電纜 把電力從台灣送到澎湖 冬天再把風電送回台灣 但五年過去 澎湖的風機依然只有最早的14座 這個因夢想而偉大的計劃 碰到了什麼問題 海底電纜的一個並階 主要關鍵還是在於雲林跟澎湖 兩地這個安基工程的問題了 雲林階段有一些民眾的餘力 我們現在也還在排除之間 那一旦這個串通了之後 我們澎湖的風力發電就會加速進行 澎湖空有發電 電卻送不回來 相關配套跟不上來 或許是最大的阻礙 而未來只要廣設海上風機 其他的地方也都會碰到同樣的問題 但夢想還是可能實現 政府跟民間有新的做法跟新的期待 盡量鼓勵民間投資了 政府只要政策上支持 在政策上能夠鬆綁 民間自然有意願去投資 那怎麼樣讓民間的業者 在取得資金上面 能夠有更多的一個力量 可以讓中小企業更有能力 可以去做相對應的一個投資跟投入 繼陸上風機發展之後 離岸風場崛起 成為台灣最大的綠電開發案 澎湖低碳島的經驗 無疑是未來最好的參考指標 我們明天將帶您詳細了解 從陸上放眼望去 這一望無際的海洋 還需要什麼樣的配套跟資訊 才能化身為發電廠 創造明日的新能源